我們聽梁小姐的電話 早晨 早晨 請講 希望我能騙耀一點 因為有幾點想說 我盡量騙耀 第一點就是我想說 關於本土主義的抗議 今早你們提到 它很影響民主的聲音 我不是很認同他們的抗議 但是我希望民主不是一把聲音 他們是有權發聲 他們是可以對這位華仔和他的家長 當然他的表達方式可能是有問題 這就是最重要的表達方法 是的 但是你們就說 我覺得他們是有權去表達的 我今天很反感你們這位主持人 他很影響民主派 民主就是很多種聲音 他們絕對有權去表達 只要他沒有違法 第二 學校那方面 校長為什麼不可以出來接請願信呢 一校之長 他不是政客 他當然不是政客 他是一校之長 他出來接封請願信 好像陳婉嫻議員 或者梁振英先生 都是 為什麼接封請願信 是一件這麼困難的事呢 有第三點 就是跟陳婉嫻議員 聊聊天 是的 因為我覺得陳小姐給我的印象 是比較偽善 就是說 哎呀我交給香港政府 或者之類 又說好不可以為這個小朋友戴口罩 或者什麼 你現在帶了他出來 令到他承受這麼多壓力 就是你高調地開了這個記者招待會 令到他承受這麼多壓力 令到那麼多位那些 令到那些 令到那些本土主義 又說要加訪他 又說之而此類 你當初沒有去思慮到 他們要承受這些壓力嗎 你不給 你又不幫他戴口罩 你現在把那麼多個Loyce出來 又知道他姓什麼名什麼 又知道他住哪裡 還有 為什麼又要交給香港 這個政府去調查 現在陳婉嫻小姐 你在建制派 也中環了政界這麼多十年 你在國內那個網絡 現在國內是一個經濟起飛 不是以前的中國 他的福利 絕對不亞於香港的 你可以安排回去 我覺得同事兩方面進行 暫時他可以在香港行街址 有讀書也可以 帶他一個小朋友 我相信他的生意能力都很強的 國內那個教育制度 經濟條件 我想陳婉嫻小姐也可以同步去處理一下 她回國內那個 或者陳她的外婆 或者怎樣去照顧她 是可以同步去處理 不要交給香港政府 我覺得她說的是一個道理 我覺得我也尊重她的說法 所有事情留待最後的判決是怎樣的 這個判決就是由人民入境事務處 和大陸的可能是公安局 或者民政 最後定了出來 我覺得這些所有內容 都是大家的關心 最後怎樣呢 等於我最原始說 陳先生 他來我辦事處 希望我協助他投案 我就做了這個工作 而這些個人當中 我也要責任看 政府按照原有法律的步驟做事 現在政府就按照你的步驟做 現在政府就按照你的步驟做 如果你說任何過程當中 我們再去看看情況才做一個決定 不過怎樣也好 我最後很語重心上 我心裏面 亦都這兩年多的看法 很希望香港大家這種對立 能夠有空間走出來 如果不是在香港 我自己覺得 我很同意黃先生說的 如果他來自別的地方 可能不一定這樣的情況 有些人說 可能閒姐你做 閒姐你不做就沒事的 你聚乎禍手 如果這樣我真的很慘 那我怎樣 我正在做議員 但怎樣也好 我希望香港有一個這樣大家 可以互相去有一個談的過程 不要緊的 不同意見 我完全同意 如果你要批評我 我覺得我會尊重你的